字幕组织 Hello 观伴大家好 我是编冻 那这一礼拜韩服即将更新的内容 对大家来讲可以说是非常重要 因为呢 之前大家参加的这个所谓的 秩序链金啊 终于他要被证明化了 好来我们看一下 先第一个更新的是关于这个万圣节的活动 就是南瓜 那南瓜呢 他这一次也是透过冲装的方式来进行 不过这边呢他先有一个前置的活动就是 你只要60G以上干掉100只怪物 就可以获得了这个箱子 那这个箱子呢 可以去拿到这一些这个装备嘛 那这个装备除了开箱之外 你也可以去村庄里面去找这NPC来购买 那这些装备呢 如果说你把它冲到加5加8加9的话 可以换取对应的这些能力 那这边的话就包括有PVP的伤害减免 伤害减少 还有PVE的伤害减免 或者是什么经验值增加 HP增加等等的啊 那当然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拿去制作道具哦 好大家看一下这边 就是加4加8加9加4加7加9 这样子 你完成了这些之后呢 就可以拿去制作这边 那其中呢 这一个标记出来的这一个呢 你可以随机获得下面这三种卡片的其中之一 那这边呢 有一个是蓝圣物 那这个蓝圣物呢 是南瓜 就是这个新的 名字叫做南瓜的唐蓝 就是里面都是放这个南瓜 不是恐龙抗蓝 那他这个收藏能力呢 有防御减1 还有近回远回加1的这个效果 好除此之外呢 也开始贩售这个南瓜 就是甜南瓜的这个计票 然后呢 也会有这种特殊的计票 就是你要花钻去买的这个 那里面呢 跟之前就是差不多的东西 好再来呢 下一个重点就是 秩序炼金啊 他要把它正规化啦 就是常态化的意思哦 所以这样子的影响呢 就是所有伺服器的蓝装 基本上蓝装红装 价格应该会回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那所谓的秩序炼金呢 就包括之前推出的这所谓的炼金石 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炼金石 蓝色红色紫色啊什么金色的 去制作对应的这个道具 所以这边呢也是可以的 这个台服的朋友们去留意一下 好在下一个部分呢就是关于海贼岛 他有一个吊饰哦 那这个他是说呢 当拥有祝福的海贼吊饰的时候 怪物的外观呢 会有这个粉红色的感觉 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外围呢 是有这个粉红色的 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去分辨出 他是精英怪 或者是什么什么变形的这个怪物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讯息 好接下来呢就是TJ啦 那这一个礼拜的TJ呢 是从钱到里面拿的 就是这个圣物的TJ 好在下一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的制作 这个礼拜的制作呢 那基本上跟之前差不多啊 大同小异的内容 大家就自己看图说故事就好了 基本上都是类似的 没有比较特别 好然后再来是礼包的部分 礼包的部分 基本上也是都那个样子 不过呢这一次有一个可以提的 就是这一包 这一包的话呢 可以直接从里面去获得一个 英雄卡的选择箱 那都是合成的哦 所以你要选这个红便或红娃 都可以哦这个是一个 那每个账号呢可以买两次 那其他的礼包内容呢 基本上来讲啊 他有一些台币的嘛 有一些是花钻的 那基本上跟之前啊 我看起来应该是大同小异啊 大家甚至是看这个图片 就可以说故事啊 基本上他的这个制作内容啊 都是差不多的 就算这个内容有变 大概也都是做那些道具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不再特别跟大家去提 这个部分了 有特别的部分 我们会再抓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啦那这影片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 台服的朋友们 你们只要先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交易所的篮装 好那影片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